北京时间9月8日早6点40分,美网南单半决赛,锦之规vs德约科维奇,最终实力更胜一筹的13届大满贯得主赛尔维亚人,3比0击败日本一哥锦之规, 3分比分分别是6比3,6-4,6-2,这也是德约第八次闯入决赛,他将与波特罗争冠,后者在2比0领先纳达尔的情况下,纳斗因伤退赛,本届美网,除了看到四大天王的已如既往的稳定,小微的统治例外,我们更应该看到我们的邻国,日本选手的神速进步, 半决赛上,日本20岁超新星大阪之美,击败去边亚军凯斯进入大满贯,成为了继里纳后第二位杀入网球大满贯的亚洲运动员可谓闲途无量,在南单上,虽然锦之规不敌德约无缘决赛,但他在本届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,日本队的超强表现可谓想进风头, 而中国,随着里纳的退役,彭帅,张帅,郑杰的老去,男子更是不用提了,中国网球又一次被日本超越,就此,我们不禁要问,日本网友为何突然如此生猛,通过了解,这两位网谈日本的冒出,都得益于日本的狱财攻略45计划, 所谓45计划,是由日本财团出自缔造的一个网球明星培育计划,旨在重金打造世界顶级选手,45则是当年日本排名最高的男子选手松岗修造,创造的世界排名45位纪录,而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突破这一纪录,而中国,受制于经费不足,经验也缺乏,还受制于体制, 但是,李娜也是被放飞,再加上自身得到天赋和教练团队的培训才有曾经的辉煌,因此,中国网球的改革也是迫在眉睫,不然将会被日本越拉越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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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